欢迎点击订阅我们的频道,并开启小铃铛,随时跟进我们的最新动态。 我爱阅读,为您朗读。你好,我们是李思瑞和李思瑞的妈妈。 今天我们要朗读的故事是,远方寄来的生日礼物。 提姆和莎兰是一对双胞胎小老鼠。 这一天,他们站在窗前,向外望了好一会儿。 啊,有地缘术诗来了,还带了个大大的包裹。 一定是我们的生日礼物,因为今天是我们的生日啊,太好了。 两人急忙跑下楼。 您好,夫人,天真是越来越凉了。 有地缘叔叔说,我给提姆和莎兰送包裹来了。 听了有地缘叔叔的话,提姆和莎兰激动地跳了起来。 啊,这是我们的生日礼物。 妈妈,可以打开吗? 可以啊。 两人打开包裹箱,里面是两个扎着丝带的盒子,还有一封信。 啊,是你们爷爷奶奶寄来的信。 信上说,提姆、莎兰,祝你们生日快乐,这是送给你们的生日礼物。 到了春天,希望你们能到核桃村来玩,你们高兴吧。 哦,太好了,这个扎着蓝丝带的肯定是我的。 那扎着红丝带的就是我的。 扎着红丝带的盒子里面,装着两条围巾,两副手套和两顶帽子。 它们软软的,看上去很暖和。 猫子和围巾上还有毛毛毛毛毛的小球。 扎着蓝丝带的盒子里,装着好多好多木头做的小玩具。 哇,太棒了,这些都是我的。 才不是呢,应该一人一半。 哇,好棒的蛋糕呀。 提姆和纱兰的眼睛闪闪发亮。 这是妈妈送给你们的礼物。 妈妈笑着说。 提姆等不及了,伸手就去拿蛋糕。 吃蛋糕之前,先把帽子和围巾放回去。 不能戴着帽子吃蛋糕吗? 我真的很喜欢这顶帽子呀。 纱兰不高兴地说。 沙兰,你戴的那顶帽子啊,是用你小时候穿的毛衣改的。 啊,真的啊。 你们的奶奶经常把旧衣服改成漂亮的床罩,坐垫什么的。 有时还一边支支补补,一边做好吃的蛋糕和奶油汤呢。 哇,奶奶像有魔法一样的。 爸爸送给提姆和沙兰的生日礼物,是从街上买的一大块奶酪。 生日晚餐可真丰富,好吃极了,一家人都吃得饱饱的。 吃过晚餐,爸爸开始修理玩具小羊。 这个是爷爷做的吗?提姆问。 是啊,爷爷是村里最有名的木匠。 这只小羊是他用碎木块做的。 爷爷真了不起!提姆和沙兰一口同声地说。 爸爸小时候,爷爷也为爸爸做过好多玩具呢。 爸爸沉浸在美好的回忆中。 我们有个好主意。提姆和沙兰专动着大眼睛说。 这个好主意就是给爷爷奶奶写封信。 真是个不错的想法。 两人坐到爸爸的书桌前,开始写信。 啊,糟糕! 沙兰把墨水滴到了纸上。 接着,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。 提姆把墨水瓶碰倒了。 哦,怎么办哟! 好了好了,该睡觉了。 妈妈看到两个人满脸都是墨水,大吃一惊。 哎呀,这两个孩子是谁呀? 妈妈,我们是提姆和沙兰呀。 我们写好信啦! 沙兰得意洋洋地说。 妈妈,你马上把这封信寄给爷爷奶奶吧。 一定要寄呀! 好的好的,我一定会寄。 你们放心睡吧。 明天要是下雪就好了。 提姆边说边钻进被窝。 那样我就可以把帽子、围巾和手套都戴上,到外面去玩。 我希望春天早点来,我想去爷爷奶奶家。 沙兰说。 两天后的早晨,住在河头村的爷爷奶奶收到了一封信。 啊,老头子,那两个孩子可是第一次给我们写信呀。 他们一定是收到我们的生日礼物了。 信呢,让我看看。 爷爷奶奶把信颠来倒去,看完正面又看反面, 却一个字都没发现。 这是什么呀? 他们互相看了一眼说。 然后,他们又仔细地看了一遍。 老头子,我好像有点明白了。 是啊,是啊,两个孩子真的长大了。 爷爷奶奶面带微笑,把信拿在手中,看了很久,很久。 。